最强力较西式挖泥船 天坤号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较西式挖泥船 被设计师称为神奇的造岛机 天津输郡有限公司开发的天坤号 可以每小时输郡6000立方米 在海底挖掘35米深 并将沙子和淤泥泵入船内 然后,它可以将沙子和淤泥吹到15000米外 被称为造神岛的输郡船 即大地增强了中国填海造地 航道输郡和港口建设等领域的能力 这是中国造船业瞄准世界高科技前沿 和重型装备制造业的又一个高度集成的里程碑 根据地质条件 该船可配备四种不同类型的绞刀 通用、粘土、岩石挖掘和重型岩石挖掘 能够挖掘单侧抗压强度为50MPA的岩石 康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 中国严重依赖外国输郡技术 他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中国现在能够自己制造世界领先的输郡船 据他介绍 海外工程项目将是中国挖泥船的主要关注点 只有像天坤这样的机器 才能在非洲这样沿层极其坚硬的地方 完成港口建设任务 2017年12月1日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一家输郡公司总裁康学曾表示 中国制造的输郡船天坤号 是亚洲最大的输郡船 将面向世界进行更广泛的应用 这家输郡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天坤号是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第708研究所开发设计的最大 最先进的自航较息挖泥船 2017年11月3日 中国在中国东部江苏省启东市 下水了140米长的较息式挖泥船 这是亚洲同类挖泥船中最大 最先进的 天坤号的切割机功率为6600千瓦 最大深度为35米 每小时可挖掘6000立方米 天坤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重点项目 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 天津德勤有限公司投资设计 据中国交舰介绍 天坤在交付距离和其他方面 均居世界同类船舶之首 这艘全电动船配备了双定位系统和无线全球导航 天坤号的先进系统使其能够在港口 沿海水域或深海作业中进行无人输郡和监测作业 天坤号于2015年12月在启东开工建设 预计将于2018年6月投入运营 中国交舰是世界上最大的输郡企业 拥有30多艘挖泥船 其中包括目前亚洲最大的天津号 中国似乎在告诉对立的声索国 中国将留在南中国海 并可能在岛上建造更多的人工岛和军事设施 以保护其主权主张 挖泥船搅动的沙子和淤泥会破坏珊瑚组织 阻挡造胶珊瑚等生物的阳光 这些生物没有阳光就无法生存 以2009年招商局重工深圳有限公司为例 有限公司为天津输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公司的子公司建造了一艘自航挖泥船 由Wallster LMGBV设计 及天津号 自2013年以来 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输郡沙子 历史和淤泥 并将其沉积在岩石、珊瑚礁和沙洲上 以建造人工岛屿 中国军方和建筑团队随后建造了 可容纳战斗机的简易机场 2006年 天航成功建造了中国第一艘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现代大型脚溪挖泥船 彻底打破了国外挖泥船的技术垄断 天井号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挖泥船 但中国有一艘新挖泥船 其威力是前一艘的1.3倍 天坤号是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的大型自航脚溪挖泥船 最大挖掘深度35米 总装机功率25843千瓦 每小时输均6000立方米 额定角道功率6600千瓦 天坤号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 具有在世界无线航行区航行和装载的能力 实现了自动输均、监测和无人操作 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适用于沿海和深海港口航道输均等项目 三所定位系统和瞄准技术引领了技术标准高 船舶布局权的柔性钢装台车系统技术 二是设备水平高 配备了亚洲最强大的挖掘系统 最大功率输送系统和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 主动气动减震装置 安装在船舶上部结构与主船体的连接处 可有效减少和隔离船舶建造过程中低频震动对上部结构的影响 保证船员的生活舒适性和设备的安全 排水量17000吨 重量11000吨 全长140米455英尺 衡量27.8米 吃水深度9米 总装机功率25843千瓦 切割机功率6600千瓦 泥浆泵输送功率17000千瓦 远程交付15000米 输均深度可达35米 输均能力高达6000米3每小时